阿斯旺这边还知道垃圾分类呢 把纸都扔那 哥子在捡垃圾吃 哈喽 大家好 现在我在埃及的阿斯旺 说起阿斯旺呢 出门的景点可能有 阿不欣贝神庙 还有飞来 还有一个向导 今天呢我们准备去向导看一下 准备坐那种粉碧小公车面包车去 跟黑子哥一块等啊 这边本地人全是坐这个车的 人巨多得等了十分钟呢 不过现在出发 下车了啊 妈说饿了 想先吃点东西 旁边就是坐船的地儿了 然后有大KFC就KFC先将酒吃一点 就吃猫猫 哈喽 不爱说话 哈喽 这里肯德基看尼罗河的景色非常棒 看日落 你看巨漂亮 这个汉堡薯条可乐套餐你们猜猜多少钱 你们绝对猜不到啊 人民币只需7块钱 你就可以在埃及吃 肯德基的汉堡薯条可乐套餐了 跟国内的话 好像25块钱吧 这边7块钱 据说 汉堡单点的话人民币4块 加薯条可乐套餐人民币才7块钱 你们感谢吗 7块 现在知道坐船的地方吗 好多人啊 就在肯德基旁边 那边肯德基旁就是坐船的地方 那个大船那块是干啥的 一直在拉尿 The boat is pee 那几个埃及女生 拉着箱子上船 要船翻了步啊 行李全都掉下去了 不过我们的船行也来了 刚问卖票的大哥说 这是这种大船这种或者那种 你们看那边看那边 有一个有一个不知道是谁啊 小哥还是老年人 中年人还是小孩 有一个木板 一个木板然后用手滑过去呢 这样能省时刻十来级磅啊 挺聪明 说要不我不敢 我 我游泳不打地 大哥是真猛啊 可能真猛 你看 上船了 这船还是分边的 那边是坐女生 然后我这边是男生的 你看小孩 看见吗拿手滑 还跟那船差点撞上了 这小孩 拿一个冲浪板好像是 然后拿手跟那滑 还可以搭顺风车呢 挺好挺好 要不然我吓死了 要不然我回头给我卷那个什么 放动机里啪啪的卷子喽 害怕 成功到达巷岛家人呐 看 哦 几张鳄鱼皮好像 妈呀说 看这门口 好像是个鳄鱼皮吧 那有只小狗 哦 我也是猴子呢 黄不拉 也是只狗啊 还挺高兴 这群人 你们看前面那个拿很多面包的大姐啊 岛上人基本都要坐船出去采购物资的 然后岛上东西也会比外边会相对贵一点 如果大家来这岛子之前可以买点东西再过来多买点啊 看这边五原六色房子 就是跟那努比亚村那可能差不多吧 不过那村子我是没啥兴趣去 这水吗呀 画画的都挺漂亮 这是一个老村子嘛 在我们村的话 这种大树底一般都做一群老太太 跟那儿闲聊啊 不过这儿没有 他们可能 埃及可能没有这种文化啊 中国独有文化 有鸡还有羊 吱喀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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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喀喀喀喀喀 喀喀喀喀喀喀喀行 这个烤家是 наход姐? 都是 谁喜欢谁 养驴子的大爷 咱们还七个小朋友 当地普通人家 这连砖都算不上 这就是硬一点的土块而已 然后硬一点土块 加上泥巴再砌成一块 土加土 这小房子好矮啊 这门才到我脖子 我听到牛牛魔王了 这个门口用免费水喝的 打渴的 如果不嫌很脏的话 不太干净 不嫌脏的话可以喝的 小猫猫 哈喽 哈喽 好黑呀好黑呀你 你 我身后走过去那老大爷手里拿一个 呃 杯子装牛奶了 他们这应该是还 当地有养牛 有卖牛奶的 或者说羊奶吧 你们也能听到有很多牛羊的叫声 这是个餐厅加咖啡的 看一下 好像里边正在盖 这是一股牛羊的味道这边 街上好像这也没几个人 你听到没有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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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不理我 小房子 你看这个盖的挺好的 这边就是土房了 几个小朋友在玩 都是黑人小朋友 说到这个问题的话 种族问题就是 埃及呢 绝大部分都是阿拉伯人 你去埃及北部 比如开罗 亚历山大那边 你看的话 基本都是阿拉伯人 基本看不到黑人 然后我现在到了阿斯旺那边 阿斯旺就离苏丹很近了 就特别近 开车几个小时就到了 然后这边有很多黑人了 可能跟阿拉伯人一半一半吧 你去埃及北部 就是基本没有黑人 这边就一半都是黑人了 猫猫要打起来了 三只啊 三只应该不打了吧 那还有一只狗狗 又是中国人估计 那边还有很小朋友在玩 看这个小孩玩的 小孩还没有打腿高呢 你就到我膝盖这儿 爬那个石头爬不上去 那边小孩还哭了 叫妈妈呢 在吐 哈喽 这小孩脑袋好大呀 拜拜 阿姨就是这种年纪小的小孩 还是 还算是挺友好的吧 就稍微大点 高中那种 高中那种就是 我恨不得拿棍子 把他们挨个打死了 看到一根这个啊 完美 完美 有人想要的吗 可以带回锅啊 完美 这有个石雕似的 觉得有点像奥特曼 你看像不像 就很像奥特曼 旁边人家就是乱扔垃圾 就是一个小垃圾厂 这好像就是向导上的景点了 我看地图的话 好几个门都锁上了 好几个门都锁上了 这个门是开着 然后我们就进来 看 不过这又现拦着 这景点好像一些 古老建筑什么的吧 都塌掉了 你看一些古老石头 不知道是不是来晚了 关门了还是就不开了 还有很多鸟在上面 你们看 我就在景点的 但是只有一些这个 如果奔着向导景点来的话 就可以不用来了 我来这逛逛也还行 这感觉这个岛上的人 都还算是挺友好的 谢谢 这些石头 是没有拦着的 可以看一下摸一下 猫猫一直跟着我 这只猫猫好像怀孕了 看这是一个神庙之类的吧 不过都塌差不多了已经 这个墙你看要新修的好像 里边这 这没有拦着 应该是可以下去的 你看 蒙图霍特普二室 十一室的萨太神秘 这是我刚拍那个 发现鸡脚了家人们 鸡脚露出来了 这有个人说是保安说给我们要票的 我觉得他可能是骗的 200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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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cket for one excuse me 他说一个人200 行我们可以外出 管他是骗子啊 他说200亿人我们说不行 他说100亿人 一分钱不会给他的 他就是个骗子估计 看我们跟着玩 然后跟我们要门票 我们从门口进来没有说卖票 或者卖票的地或者人什么都没有 然后我们离开他也没说什么 估计就是 就是骗人的 来阿斯王遇到第一期骗人案件了 就是这种事呢 我跟网上搜好的还不少 跟埃及 大家遇上这种事 第一就是千万别慌 他们就什么证件都没有 就直接上去跟你要钱 说门票要钱 谁信呢 是不是 有种这种事千万别慌 如果纠缠你的话 就实在不用报警 我之前也报了警 埃及这边警察我觉得还是可以 之前报警 然后也帮我成功解决了 现在已经从岛上回大陆上了 下边有个小公园 看这个尼罗河是真的挺漂亮 那边 你们看那个说是甜品 跟那个阳分大似的 有点 我们刚才去麦当劳 但是怎么说便宜套餐没有 只有很贵的套餐吧 然后我们就附近转了一下 这有家那个卖小吃的还不错 妈呀想吃冰淇淋 这有卖冰淇淋的 然后也有卖吃的 所以我们应该会在这吃 就是这个跟国外煎饼似的 面皮里边卷肉什么什么的 这杯饮料都喝了20分钟了 跟那慢慢喝 最后还是坐到麦当劳这边来吃了 因为附近没有坐位嘛 先去阿布辛贝 然后后天早上就走了 因为阿斯王确实没什么可玩的地儿啊 你看一下河 尼罗河的夜景也是挺漂亮的 然后麦当劳里边有很多年轻女生 OK那这一期就这样了 明天阿布辛贝见 明天要去坐那个搭巴去 因为抱团的话也挺贵的 搭巴便宜一点 OK 妈呀 OK 拜拜